台湾迈入老年化的社会 独居长者也是越来越多 新北高中的学生 他们就关注到有这样子的议题 他们特别研发了一套 热灵关怀系统 透过长期数据的搜集 来判断独居者 是不是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随着独居长者比例增加 经常有突发状况 无法及时被发现 新北高中学生 特别研发了一套 热灵关怀系统 透过数据的搜集 并且搭配感测器 解决这样的情形 我们的研究动机 就是因为独居者 有时候发生突发状况的话 无法及时被外界发现 或是主动求助 所以我们想要研究一套 这个系统 就是可以让独居者 可以及时地发现 他的身心状况 是否有风险 那我们整个系统 是希望能以LSTM进行预测 用20天预测下一天的方式 来降低系统的损失率 那搭配随机森林的 演算法 自行设定了数的深度 以及科数 然后可以让不同的使用者 有客制化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还有搭配 语音感测器的求助 以及回馈功能 让使用者可以 及时地被外界发现 然后进行求助 达到了你的关怀 这套系统 除了有长期的数据搜集 还搭配了不同的感测器 可以分别侦测 有没有人经过 走动 甚至是负面情绪等 就能做后续的处理 这是我们的人体红外线感测器 它主要是用来负责侦测 有没有人存在这个空间 因为它可以侦测人的体温 然后这个是红外线遥控感测器 它是主要是遥控 有红外线遥控的话 只要按一下 它就可以去记录 它的使用的频次 然后这个是 都普勒雷达感测器 它可以判断 人有没有经过这里 然后这是日夜感测器 主要是用来判断 人有没有开关灯 或开关窗的动作 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窗户旁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语音感测器 然后它可以用来接收 负面的情绪的关键字 或者是求救的关键字 那如果是求救的关键字的话 它就会透过我们的 MAC FTTT发送讯息到LINE上面 那如果它是负面情绪的话 我们有直接设置给它回馈 像是播放音乐这种 然后我们有自己设置的一个网站 它可以提供我们的行为资料被查询 我们的资料 它主要就是在感测器被触发之后 它就会直接在这边跳频 然后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感测器 都代表不同的节点 那它就可以透过MQTT 来把每一个节点 发送在CQLINE资料库里面 然后再透过我们自制的网页 来去查询那个CQLINE里面的行为资料 虽然研究过程遭遇许多的状况 但学生并不气馁努力地解决问题 而苦心研究以及团队合作的成果 最终获得了全国科展佳作 以及重有创新研究奖 记者沈志勇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记者沈志勇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记者沈志勇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